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是有人会遇到 那遇到了怎么办 就是要靠转练 来 我们今天来谈的时候 遇到事情 环榜的时候 意思要环视感恩 当你接到环榜的工作 有的人会心乎气躁 其实有时候你把它想一下 当你能接到这么多的工作 大概有具备几个好处 第一就代表你能力可以 能力可以 对不对 能力可以你才会接到这种工作 第二 第二件事情 当你完成一件工作 你参与的过程中 不管你做了多成功 或是没有成功 你都赚到什么 经验 累积了很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以后你再做新的事情 成功的激励更高 人就是这样累积来的 人和动物不一样 动物一代人 一代动物就一代 他不会留给后代子孙 有什么好处 有哪一只狗 哪一只猪 哪一只马 哪一只动物 他有留下任何一个语言 各方面的东西好处 给人类吗 给他的子孙吗 没有 但是人的特色 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人每后一代 一定会留下一些 有用好用 可以用 有对后代 有帮助的东西 给下一代 所以每一代的成长过程 他的学习付出的代价 就越少 就借了 前人被走过的路 的经验 踏着激人的肩膀 在往上推升 所以人对他的后代 是有帮助的 所以人来这人之间 你一定要转练 当你接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恭喜你 你要恭喜自己 做我感觉很好 我就是有能力的人 我就是有福气的人 人本来就是要来服务众生的 人如果是认为说 能吃好 能睡好 能好病都不用做 那就是好病 那和我们十二生肖 最后那一支生肖有什么差别 如果以这样来定 人的一生 那说实在的 人的最后那个生肖 是比我们好病的 它比我们好病 那既然不是 人的成功 人的成功 人的意义 用什么来定它 来当为人 记住一句话 你就是要来服务别人 要帮忙来助理这人世间的 我们当一个小宿民 就是以我们来正心修身 可以齐家住国平天下 服务别人的 那个才是留在人家心坎里的 当你要服务别人 你本身就是要长进 你会长进 反而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我们更加有学习的动力 更加有学习的动力 不然我们很多宿主人 都没有参与 你看多少人 朝酒 玩武 就算过了一生 有时候你把它感觉一下 又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很难讲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 得了东西之后 他迷失了 当他拥有了财务 跟外面 他反而迷失了 会感觉更加 不会去珍惜他 不会去珍惜 他说本来这件事情 是来给你祝尊幸福的 反而因为这件事情 来害了你 有时候反而这件事情 是当下你是辛苦的 但是因为你经过 这段辛苦之后 经过这段辛苦之后 你就是实时警惕自己 我一定要成功 结果到最后的结果 你是成功的 我们几个例子 有些刚起步 大家读书的时候 有的是有钱人的主女 有的人是有的金汤匙投胎的 有的人是咬牙切齿投胎的 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不用怕 上天是公平的 所以我们叫天叫什么 您叫天公叫什么 天公嘛 对不对 天公 表示他是公平的 是公平的 这两本的基本 当次都是自己选择来的 人家去选择咬金汤匙 我们是选择咬牙切齿 都没有关系 但是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因为这个环境 来造就了你的警惕自己 实时提醒自己 因为这个好的环境 来养成了它 随便挥合 甚至不注意安全 各方面的条件 都认为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结果一天一天再改变 本来是这样 一天一天再改变 到人生的尾端之后 好像漏差 有没有这种的 有啊 有啊 有这种漏差 所以当下你接到今天 不管你接到的事情 你入年是好坏 但你听了这堂课之后 你一定要感恩 感恩父母亲 生认你这么好 有没有是最好的 钱或难 不能嫌自己太矮 太高 太胖 太瘦 读书太好 太不好 都不可以讲 因为你讲这不孝顺 妈妈生下来就是这样 没有选择钱 本来生下来就是这样 没有选择钱 往后控制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要把一切不好的事情 推给父母亲 这样是不孝顺的 妈啊 你怎么把我生这么矮 妈妈情何以堪 对不对 听了这种话 她可以回答你 你自己吃饭吃不下去了 怎么说 要不要吵架 就开始吵架了 记住一句话 父母亲给你的是最好的 你就是要接受 目前的你就是最好的 然后往后 我如何来改变我的命运 命中一根 先生下来 但是运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运你不要相信别人 你不要相信某人可以给你改运 真正命运超出在自己的手中 我今天站在这个讲课 就是在改变我的命运 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 我的命运是不好的 日本有个阿信 我就是台湾的阿信 我是不好的 但是事实的证明 经过这些二一二十年来 我一直将我多余的时间 奉献给所有的众生 我读了很多的书 做了很多的事情 甚至能服务众生的 我尽可能去做 日子很快 一转年过了三十年 当初刚年轻的时候开同学会 很多的同学都没办法去体谅 听说我吃素了 烟也没有抽了 酒也没有喝了 全部都改掉了 他们很坏 我会不会去当和尚 我说不用怕 我有结婚 我有小孩 我有自己的事业 我说多余时间 不像你们要去喝酒 赌博 讲那些没有用的话 我没有让美国时间讲那些 事实的证明 经过几十年 明明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现在也有人说 你走得对 你已经快要太慢了 功力不是一天能凌迹起来的 是不是 它不是一天能凌迹起来 当你发现的时候 时间距离差太遠了 再回头 于是百年生 所以凡事要感恩 每一件都好 就当下今天的我 今天我笑得比较多 还是你笑得比较多 今天 从头到尾都保持微笑 你没感觉吗 对不对 因为我非常感恩 因为有你们 有你们要听我的课 我要感恩 我要用心来讲给你们听 我非常喜悦 假设你们每个人 头都跌下 用那个黑头给我看 我就讲不出来 我是看到你的眼神 我才讲得出来 稿子就是这样 四个字 凡事感恩 讲了十分钟了 对不对 凡事跟里面 没有什么东西 对 所以你看 你在服务别人的时候 当下你还感谢 给你服务的那个人 真的 八八水灾 我们讲良心话 八八水灾当天那天发生的时候 隔天 我们就准备 大概台币一百多万 就买了一些东西 我们准备 就去救济一下 因为我们的基金 是从事于社会公益教化 我们从事于 救济这个区块 做的比较少 但是你既然是一个团体 你也是要做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做了 有点就请了 就叫了几十个助攻 我们就把东西压了 就压过去了 我们内心当初 是这么想而已 想不到一到那个地方 脚戳不起来 戳不起来 就煮第一餐饭 煮第一餐饭 煮下去之后 就四百多个便当 到晚上就加到一千个 哇 怎么离开 本来是晃了 就要来离开了 就离不开 因为他那个 和九一地震是不一样 水灾和地震不一样 地震之后 你可以煮饭 你可以上厕所 你知道吗 水灾你去哪里煮饭 你去哪里上厕所啊 你就在水灾的灾气里面 你没办法 所以他用另外一个乡村 煮好的饭送进去 那送进去也不能送 很难送啊 很难送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从几百个便当 爬到一万多个 爬到两万个 一天要两万个便当 我当家就安慰 鼓励这些助攻说 天使菩萨 就是这样促成的 我们本来是人而已 我们被强迫去当菩萨 被强迫去当天使 我们本来是一救济就走了 想不到变成 每天要去清人家的房屋 清房屋 那个水 他很时间晒跑 那个水退掉了 完了 水退掉 你要挖土的 机器不能进去 水还在里面的时候 你要去把它推滚 滚滚 滚到那水给它跑出来 就这样 就是感谢 要感谢那个情境 来促成我们今天 有这个经历这个故事来讲 当然下不一定是你甘愿 或是你喜欢 但是你有不忍人之心 他就在那边二楼不能出来 结果靠那个 那个椎阿 有一种金钟的车子 那种椎阿 就看着不怕水那种的 然后接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用那个 用那个塑胶管的三板船 才送到那个家里面去 所以我这礼物 我一天都一千多个助攻 在那边打扫 从这个地方 就是凡事感恩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个晚会 标题就是 向救灾者助敬 向受难者起伏 向往生者追书 三个主题 他也不是想要这样 但瞬间所发生的事情 在你身上 你就要靠转练 但是强而有力要提醒他 我们没有全力悲伤 一直到了 就说还是要来面对现实 实在那个嘎当 加东那一个乡就比较可怜 他们养的是书班尼 全部破产 鱼都跑出去了 很臭很臭 几百万株的鱼死掉了 很臭 都救灵边的 他救到嘉东那个地方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再走下去了 后来他们的人都没有回来 因为那些人损失很大 比灵边的大 因为他们是破产的 都贷款了 养殊班 所以要重塑行业 有时候要检讨一下 有杀生的 有那些脱机的 脱机的各方面不好的 我们还是不要去做那些事情 你看 是不是赢了十几年 一夜就怎样 就消失掉了 赢了十几年 你这十几年来 一直赚赚赚赚赚赚 一夜之间就 全部跑掉了 遗厨里面都空空的 都空空的 所以说 凡是感人 当下你来服务别人 你甚至要感谢 所以下面这些人 给你服务的机会 九二一地震 如果没有那个九二一 我们没有那个机会 服务那数百个 帐篷里面的人 我们也没有附近的机会 我从九二一地震之后 我会盖房屋 我会研讨 整个月都要研究地震 如何这个房屋可以防震 我们后面盖的 那个叫做华宿基座 下面一个盘子 一米多的水泥 三层的钢筋 全部 那个水泥车 几百台 没有停的 一直灌一直灌 以后地震 顶多是 再把它歪歪 换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它正盘 我们是一个盘子 那涌得怎么滑的 后面这一段 全部都是黄震的 那个一个 宏甲大学一个教授 蔡教授研究出来 黄震 咬它 它自动准准给你看 就像101 那个阻尼器一样的意思 OK 所以凡事感人 所以我今天 非常感谢各位贵宾 这次给我有 有演讲的机会 有夫的机会 谢谢 OK 来 第二 怀疑 当你有怀疑的时候 你赶快转念 尤其是女生 昆道 当你的小孩子 他长到国中这个程度 这个时候的妈妈 真的是叫做 因因无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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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随便放 都去买名牌 就买一些 Ismighty 或是说 Lupita 不走不走 杂主 Ismighty 就是耶稣买的 Lupita Lupita 每天放放放放 杂志看 结果杂志就看 哎呀 这个杂志里面 谁说 老公如果 平常是这样 回来对你混淆 小心 这一定有外意 另外一本说 对你不好 也有外意 那请问什么 才没有外意 有外意是怎么办 就这样 叫你 你要对他好 回来就 老公回来了 洗手盆拿去 裹着 拿毛巾给他 放热水 给他洗澡 他老公去洗澡的时候 很忙 你知道吗 他在外面也很忙 他忙什么 忙 闻这个西装 到底有没有混味 有没有混的味道 结果不小心 抓到一只长头发 请问这只长头发 从哪里来 就开始吵了 就开始吵了 你老公挤公车 有时候别人的头发 掉进去怎么办 就开始吵 好 过一阵子之后 每天检查西装 现在都闻不到味道 更加找不到头发 那找不到头发 说好不好 好不好 他就很伤心 当他老公洗澡的时候 就跟他讲 老公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么的堕落 堕落到 连没有头发 你也要 反正一个人 疑心起来 从哪一边看 都是不好的 有没有可怜 更可怜 如果没有 赶快学习转练 学习转练 会得到优异 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一个唱盘 在唱歌的时候 你如果照那个 音译的轨道去唱 它起来是很好听的 是不是 有放过唱片的几首一下 有放过 有放过唱片的 几首都是老人 我知道 来 挤着 挤着 这个唱片 有放过唱片 有跳尖 有放过跳尖 几首一下 跳尖 OK 好 你看 它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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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尖 跳尖 我在金闻广播电台 光华广播电台 我当兵就是当个导播 当个导播 正经跳尖的心 就跳尖 就跳尖了 人的输入 如果这样 会有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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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将自己 超还成一个 跳尖的唱片 你就已经在身边了 要非常小心 包括 你会生理都会失调 都会失调 从哪里 就从你的疑心开始 就从你的疑心 所以 人家说 好便宜者的 不能以某财 好便宜者 不能以某财 一个 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 你不要和他 金钱的往来 好财宜者 不能以某数 一个人好财宜 你和他共同和我做生意 你不能 没有个幸福的 没办法圆满 好 两个和我做生意 你当总经理 他那程度可以当厂长 赚钱了 已经很好了 他说 我们两个都是同学 你知道吗 也是同班 我输了 虽然说你读得 比较好一点点 也多不了几分 你就当总经理 每天穿西装 坐在办公厅里面 吹冷气 我就当厂长 每天忙着办事 赶后 怀疑 好坏就是这样 这个总经理 都是股东 不然 就由你来当总经理 我去当厂长也可以 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 结果 就当总经理 美国的客户来 一双鞋子 要杀掉五毛的美金 一点点而已 五毛而已 五毛 这个厂长就交代他 这个价钱 我们已经接近到成本了 我们没有退路的机会 你要守住 要守住 几天后 美国客人要来 你要去和他谈判 你要陪他喝酒 一定要把他灌到罪 不能给他给我们杀价 喝多少都没关系 就是不能给他杀价 因为我们每天 四个货柜再出 都影响很大 一毛钱就很多了 对不对 一毛钱当时几块 几块 四块 一比四十 四块钱 都不能退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 就陪他喝酒 喝到最后到路边去吐 第二天 客人还没走 还是继续喝 还是吐 第三天 同学 我看总经理你去做好了 我还是回来做厂长 我还是回来做厂长 你看人喝咖啡 烫烫香香的 你喝喝看 你不知道我今天喝十五杯了吗 每个客人来都喝吗 晚上睡觉都眼睛亮亮的吗 你看那喝咖啡那么香吗 你看那喝酒那么爽吗 你喝啊 人就是这样 好便宜 好差异者 你看他某事 看他某事 没办法结果 所以你找股东 找股东这个人 这个人两件 不能好便宜 不能好差异 好便宜 他会很计较 你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 很多不能掌控的情绪是这样 你一定要花这种钱 对不对 不能掌控 结果他回来就查账 这钱怎么花 就应该花这什么 一大堆 他还差异者说 这个当下 我们就是为了 一定要送个礼什么的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送 为什么怎样 真的 当主管 没有那么简单当 是不是 一个家这么大 房屋 刚购用太大 这种小细地说 领导 那个刚购要那么大吗 刚购不用钱吗 是不是 好 地均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当个领导 刚购用那么小 应该用两米的才对 他们对不对 都对 只有谁臭 只有人臭而已 只有人臭 所以这个当下 你选人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要小心 这个人如果说好差异 真的 你和他共同做事业 很麻烦 这个人好偏你 你和他共同做事业 很麻烦 没结果 没有结果 常常会去炒 还是要比较好相处的 你才能久而久之 你看我今天 为什么各位站在这个地方 我的公司 我今年 今年我到现在为止 我到我的公司 只有去一次 农历的1月9号 到现在我还没去 公司活得好好的 活得好好的 就是找对人 所以我在找人的时候 我会很用心找人 找了之后 我会送钱给他 这个总经理已经 管我的公司三十几年来 管得好好的 我根本不用去 技术营营的非常的好 在大理工业机 过得好好的 所以我每天都过得 幸福快乐美满的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怀疑 就要小心 你知道之后 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要转练 信任转练 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用时间和空间来转换 不要用当初救出 把它爆掉 爆掉就是没有救 你的机动 没有去把它照顾好 有一个坤道 女孩子 差不多三十几岁而已 而且听过 坐在最后面 听了之后 就赶快冲过来 他说 吴老师 我就是 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 我住在 那个 佩德山庄 那我心里想说 我这人住山庄 一定很有钱 他打扮也很好 也不错 我说你住山庄 我说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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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好在都有听你的广播 如果没有 我真的很痛苦 我说 你过得不错 为什么会痛苦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什么叫佩德山庄 建议就叫佩德山庄 他说 他说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佩德山庄 他说 我今天刚出来 我又越听越不对 今天出来 怎么出来 他说 我被关了 你说 佩德山庄 就是建议吗 老师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佩德山庄 他说 今天他出来 他没有回家 他说 你怎么没回家 他说 我没有家了 他说 你做什么坏事 他说 我伤害人 他说 我说 你是为了伤害人 他说 我先生外医 我会说 都被我当场抓到了 我抓到 我气死一下 把那个女生 那个护理肩膀 把他耳朵咬掉了 一咬掉 咬这一下 就完了 咬这一下 这个耳朵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一栋房屋 两个儿子 一个先生 还有你的前途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你 你已经伤害人 对不对 你被判刑 判刑之后 你先生可以申请什么 申请离婚 李温之后 这个小孩子 因为你有攻击性 你没有监护钱 全部都输掉 那个耳朵 那么贵 你只有那么贵 去买猪的话 更大也没有那么贵 小小一个而已 又不能前捡布 听说只有咬一半而已 就对了 反正女生被咬掉 头发盖一下就好了 结果 你看你输了 我说 你看你多可怜 你的当下 这个动作 全部都输掉 他说 我有后悔了 我知道我输很多 他讲给我听的 我说没有关系 你就不要再转换那个角度 你返回来 塑造你更往后的人生 所以以后你有空 就朝阳道基金会来服务 你要去学习转练 如果你有没有转练 半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人生是很难的 地震也好 什么事都很难去讲 对不对 如果有来这里学习 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些因缘果报 知道越多 我们就会遵从道德观念 遵从道德观念 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做受枢 像有时候都在 你一不小心 就犯了很大的错误 但是也不是你要做的 明明就发生在 你这么老实 这么善良的人的身上 所以建议关的都不是 不一定是坏人 很多当时关的女生 都是她先生开支票 跳票名字是她老婆的 结果关进去 她要去起别人 多可怜 所以才为了这件事 就把那个 租票的票计划 全部毁掉的 就这样 关的都是女生 董事长 你做 名字是你的 租票我来开 开到最后就跳票 跳票就往女生进去关 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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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